我们现在到达了满唐客家大围 它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 有岭南第一围的美誉 它有777间房间 看规模很大的 特别特大 你们说就从这个门进去吧 对 它这里有一个国家地里标注的特产 宰相粉 宰相粉就是传说 唐朝有一个宰相张九龄 张九龄就是这里的 这个张九龄不是说相声的 他是唐朝的开源盛世重要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诗人 对 这个就是宰相粉这一边的 第一个大唐 我往那边走了 大唐围由若干个围组成的 这个是正门 看一下 看那个枪眼 这边 这边就是厢房嘛 外围 免费进去 很值得一看 这个是五道门 这个保存的更好 你看 这个保存的更好 你看它有 围里面又有一道围 可以 可以上楼的半斤 张九龄是唐朝的 从那边出去 这个门都是一般的 对 这个门都很厚的 包铁皮 包铁皮 它就防火 防火烧 四面都是有枪眼的对 它围中有维的那都是那种青砖 它是以前有人住的 现在应该没人住的 这个是开站 没算了 怎么可能 差不多 谁都不是 广东这里的呢 你问一下广大的网友 这个门内侧 这个洞两侧都有 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福建好像也是这样的 有知道的告诉我们呗 哈哈 这个门内侧 这是圆的 刚才那里是方的 上面也有 这个也有 这两侧 这是干嘛的 这几天可能是降温了 这个越北也非常冷 它现在这里有很多是饭店 那这个围变成饭店了 上星围 我拍一下里面 这个是住了人家的 这边就是白屋 这是介绍 白屋又称老屋 占地面积5000平方 白屋是住了人的 这个是池塘 这个就是白屋里面 这就是原住民家 很有特色 木瓜 这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 这边是白屋 往那一趟走 还有平头 这里太冷太冷了 感觉好像要下雪一样的 想不到越北也会这么冷 我们去试一个宰相粉 那这里都是有卖宰相粉的 去试一个 浓家乐 水啊 放一点来啊 土地煮啊 嗯 到里面坐 好 谢谢 这就是宰相粉 这个分量太大了 比新疆的量还大 这个粉 我觉得更像面 那个口感 更像炒面 嗯 它是芹菜 胡萝卜 鸡蛋 鸡蛋 三种